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34天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首 叫做两个名字 两个名字 作者的名字叫田舍 田舍 青蛙告诉竹子 青蛙告诉竹子 它有两个名字 它有两个名字 小时候叫蝌蚪 小时候叫蝌蚪 上学了叫青蛙 上学了叫青蛙 竹子告诉青蛙 竹子告诉青蛙 它也有两个名字 它也有两个名字 小时候叫笋儿 小时候叫笋儿 笋儿 上学了叫竹子 上学了叫竹子 青蛙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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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嘻嘻嘻嘻 竹子嘻嘻嘻嘻 去问问还有谁 去问问还有谁 也有两个名字 也有两个名字 好的 竹子非常好 我们再来一遍啊 青蛙告诉竹子 青蛙告诉竹子 它有两个名字 它有两个名字 小时候叫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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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了叫青蛙 上学了叫青蛙 竹子告诉青蛙 竹子告诉青蛙 它也有两个名字 它也有两个名字 小时候叫笋儿 小时候叫笋儿 上学了叫竹子 上学了叫竹子 青蛙哈哈哈哈 青蛙哈哈哈哈 竹子嘻嘻嘻 竹子嘻嘻嘻嘻 去问问还有谁 去问问还有谁 也有两个名字 也有两个名字 好 非常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 对不对 而且我也有两个名字 是的 我也有两个名字 我们来看下一首 昨天读过的西奇珍西奇 西奇珍西奇 西奇珍西奇 麻雀才死老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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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身长三尺六 蚂蚂蚁身长三尺六 八十岁的老爷爷 八十岁的老爷爷 坐在摇篮里 坐在摇篮里 麻雀这么小 怎么能才死老母鸡呢 还有蚂蚁不是应该很小吗 哪有这么大的蚂蚁啊 好的 这就是一个很稀奇的二个 我们再来一遍吧 稀奇珍稀奇 西奇珍西奇 麻雀才死老母鸡 麻雀才死老母鸡 蚂蚁身长三尺六 蚂蚁身长三尺六 八十岁的老爷爷 坐在摇篮里 八十岁的老爷爷 坐在摇篮里 对 老爷爷怎么会坐在摇篮里 真是太稀奇了 真好稀奇啊 这首儿歌 我来看下一首 复习一下 灯和星 灯和星 孙华文 孙华文 我住长江边 我住长江边 我是地上的灯 我是地上的灯 你住银河岸 你住银河岸 你是天上的星 你是天上的星 我们用眼睛谈话 我们用眼睛谈话 只有自己听得清 只有自己听得清 我们一起把天上地上 我们一起把天上地上 照得亮晶晶 照得亮晶晶 对 对 非常好 第二遍 我住长江边 我住长江边 我是地上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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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银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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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天上的星 你是天上的星 我们用眼睛谈话 我们用眼睛谈话 只有自己听得清 只有自己听得清 我们一起把天上地上 我们一起把天上地上 照得亮晶晶 照得亮晶晶 灯和星 好 我们来读一首古诗 这我学过的 好的 赤乐歌 赤乐歌 赤乐川阴山下 赤乐川 赤乐川阴山下 天似穷炉 天似穷炉 笼盖四雅 笼盖四雅 天苍苍野茫茫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陷牛羊 风吹草地陷牛羊 非常好 再来一遍 风吹草地陷牛羊 风吹草地陷牛羊 对 这首诗里面 你看这个笼盖四雅和这个野茫茫它是同一个字 对不对 但他们读音是不一样的 可是下面的 的线不应该是键吗 然后是写错了吗 嗯 这个键对不对 没有写错 它以前可以读成线的 就是表示出现的意思 对 这个风把草吹低了牛羊就出现的意思 对 下次我查一下看看第一个字 为什么读一样 再跟你们说 来到这个江尔曼写的诗 一望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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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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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带我过马路 爸爸带我过马路 太阳很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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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突然变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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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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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 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 爸爸像个巨人 爸爸像个巨人 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就是一眼看不到边太大 没有太阳就没有阳光 是的 太阳被遮住了 我们再来一遍 爸爸带我过马路 爸爸带我过马路 太阳很晒 太阳很晒 天空突然变阴了 天空突然变阴了 原来是爸爸 原来是爸爸 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 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 爸爸像个巨人 爸爸像个巨人 一望无际 对,非常好 我们来看看 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来把从前慢读一遍吧 从前慢 从前慢 木星 木星 记得早先少年时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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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 无行人 长街黑暗 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 卖豆浆的小店 冒着热气 冒着热气 对 下一段 从前的日色 从前的日色 变得慢 车 马 邮件 都慢 车 马 邮件 都慢 一声 只够爱 一个人 一声 只够爱 一个人 从前的锁 也好看 从前的锁 也好看 钥匙精美 有样子 钥匙精美 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 就懂了 你锁了 人家 就懂了 好的 非常好 我觉得这首诗 特别有画面感 尤其是第一段 青岛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 无行人 这个就是 我小时候 看到过的 我们家常的样子 白天天没亮的时候 我们来读一首 什么古诗呢 还有最后一分钟 要不我们把这首读一下 这首是新的 对 这首是新的 题目挺复杂的 题目叫 济阳州 韩 错 判官 你不用读吧 济阳州 韩 错 判官 对 韩错 判官 读得很好啊 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他 写给他的朋友 他朋友叫 韩错 然后 诗的作者 很有名 是唐杜牧 唐朝的杜牧 唐杜牧 他跟杜甫不同啊 杜甫是老杜 然后杜牧是小杜 我们一起读一下 清山隐隐水调调 清山隐隐水调 水调调 秋静江南草味雕 清秋静江南草味雕 非常好 二十四桥明月夜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叫吹枭 玉人何处叫吹枭 对 枭是一种乐器 像笛子一样 不过它是长长的主管 是竖着吹的 好 待会儿可以 我们最后读一遍 清山隐隐水调调 新山隐隐水调调 秋静江南草味雕 秋静江南草味雕 二十四桥明月夜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叫吹枭 玉人何处叫吹枭 非常好 我觉得你读的节奏把握得很好 声音也好听 谢谢你 我们来到做一个后一夜 哎呦 今天我和四十三人一起大声朗读 我觉得我很 今天我和四十三人一起大声朗读 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就是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来领读 非常好 我觉得 能带你们早上一起读一些文章和古诗 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谢谢大家